哈喽电脑前亲爱的小精灵们很高兴啊又在我的糖果课堂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这一节课已经是我们这一个暑假班到最后一节课了 那么在这节课当中我们要一起去讲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了 我们今天要一起坐上阿拉丁神灯走入到远古神话当中 穿越到那个时期去看一看山海经当中的故事 那么在看故事之前我们还是要养成好的习惯 先去温故而知心对不对 那么在之前的十一讲的学习当中 我们不仅仅学习了生母运母这两种拼音 同时我们还学习了如何巧记汉字 如何背诵古诗词如何写单符作文如何去观察观察生活观察植物观察事物观察景色等等等等 我们的语言学习讲究的就是听说读写的能力 然而在这一讲当中我们要去拓展许多的历史故事了 有的时候可能这些故事并不是历史史实 它是一些神话传说 但是也是出自于我们中国特别特别古老的一部很出名的著作《山海经》当中的 对不对 那么在《山海经》当中交代了许多奇文 那在这些奇文当中呢 有这个《山海经》一会儿老师就会讲到了 它被分成了两大部分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见识一下《山海经》中都提到了哪些神兽 一谈到神兽就说什么是神兽呢 对不对 我们能够想到是和动物相关的 那么如果这哪些孩子们看过爸爸去哪的话 在第一季的爸爸去哪当中 东北就有一种神兽叫做傻袍子 对不对 这傻袍子它神在哪呢 就是每当你看见傻袍子 对吧 那猎人看见它可能就要拼命的追赶它 然后去怎么样了 把它捕捉 对不对 那么傻袍子呢 并不像其他的动物一样 它不需要猎人在后面拼命的追赶 只要当猎人看见傻袍子的时候 在后面呢 哎 大声的吼的 嘿 小家伙 这傻袍子马上就会立住正脚 并且回顾后来 输出张望 再寻找 哎呀 马上谁在喊我呢 就把人东北的傻袍子吗 那我们就会发现了 这一种动物呢 它虽然傻 但是却很可爱 所以呢 在Bubbcner这个 这个小系列的影片当中呢 就称它为神兽了 其实啊 在咱们的山海经当中 有许多正经的神兽 那我们来看这第一个神兽 它呢 长成了这个样子 哎 有个人说 嗯 这是什么呀 对不对 我看它好像 像似不孝一样 对吗 其实这种神兽 它的名字呀 叫做谢智 它是圣古一兽之一 哎 叫谢智 我们会发现这两个字 还对于咱们来说 稍微有点陌生 对不对 谢智 那么这种兽呢 它的额上 通常都有一只独角 通常都有一只独角 这是它的外形特征 对不对 它呀 正因为有了这一只独角 却拥有了很高的智慧 这种神兽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眼睛 它的怒目睁圆了以后 它的智慧已经散发到什么程度 怒目睁圆之后 它就能听到人在说 人在说什么 而且呢 这种神兽呢 它还能够辨别好人和坏人 有一些比如说贪官污吏 那被它看到了 它就会马上辨别出来 像悟空那个金银火眼一样 并且呢 用它的这只独角 把这个坏人给送倒之后 把它吞在肚子里 这就是在《山海经》当中 跟我们交代的第一种神兽 对不对 我们今天这节课认识的第一种神兽 它的名字叫 谢智 对不对 我们再来了解它一下 它能辨别是非曲直 而且能识善恶中间 是这样的吧 这种神兽它就比较有意思了 那么除此之外啊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神兽 这种神兽是咱们比较熟悉的 我们来看看它长得什么样子 你认识吗 孩子们 有朋友说 像公鸡 可是公鸡没有这么漂亮 对不对 有朋友说了 它的尾巴像孔雀 对吧 有的孩子说了 它的脖子像一条蛇 对不对 那么它其实就是我们口中的凤黄了 凤黄这种神兽也在山海经当中出现过 那么凤和黄它指的是两种 对不对 并不是一种 凤呢 指的是雌性的 那么黄呢 指的是雄性的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在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时候咱们中国还有皇帝的时候 那当时呢 皇帝的身上就画着龙袍 那么皇后的那个那个服装上就画的是凤 对不对 以后我们会学习到古代的服饰 那古代在服饰当中也有凤冠 是不是 这个这个必须要身份非常高贵的才可以戴上凤冠的这样的女子 好了那么像这种神兽它的外形像是鸡的脑袋 燕子的下巴 对不对 鸡的脑袋 燕子的下巴 而且蛇的颈 它的脖子是蛇的脖子 鱼的尾巴 还有五色纹 它的身上有五种颜色 那每种颜色 每种花纹都象征着不同的意义 对不对 那凤凰一谈到凤凰我们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它特别美好 对不对 所以凤凰呢 它又是非常高洁美好的象征 它是吉祥之兆 对吧 那么如果在古代的时候凤凰出现了 那么可能这一年都风小雨顺 那么因为啊凤凰它的品格非常的高洁 它非沉露不掩 非嫩竹不食 对吧 非亲言无同不欺 我们就会发现了 如果不是早晨的露珠的话 一般的水它是不喝的 对吧 入不了它的法眼 如果不是嫩鲜嫩的竹子 它也是不吃的 对不对 吃东西也非常讲究 不像小狗一样 可能什么都吃 对吧 那非千年的无同不欺 就欺着欺息在上面休息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无同呢 有千年古树 它也是在树木当中地位非常高的 那所以说凤凰它只在无同上休息 对不对 我们也就会发现 哎 它能够让咱们想到接下来的许多历史人物 还有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许多人物 它的品格是不是就如父皇一样高洁呢 我们都知道在三国时期呀 有刘备 对不对 刘备这个人 他当时呢 就看好了一位军师 这位军师叫做诸葛亮 于是呢 刘备去三请了诸葛亮 还把诸葛亮请出山 如果不是刘备 那可能别人去请他 他还是不愿意出山的 是让他把宁愿在这个草庐当中度过一生 我们就会发现 诸葛亮他是不是也是非千年无同不弃呢 对不对 为什么他愿意和我们今天的话说 愿意给刘备当军师呢 好了孩子们 那么其实我们刚才就是了解了 我们今天要认识的三海京帮中出现的另外一种神兽 它的名字叫做凤皇 对吧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再来看一个更厉害的 更厉害的 这种神兽我们就会发现了 其实在许多的游戏当中是出现过他的 他叫做玄武 对吧 叫做玄武 那么玄武他长什么样呢 他是蛇和龟为一体 他的身子啊 是蛇和龟为一体 这是武 武的组合 他是一种灵物 那么玄武啊 他本来的意思呢 就是武明 对吧 那我们都会发现了哎 在这个里面 明指的就是黑色 明指的就是阴 那么这个玄指的就是黑色 那武明呢 指的就是哎 要干嘛呀 明 阴 对不对 可能要到阴桃地府阴间 对吧 他要到阴间干嘛呀 其实我们就会发现 在这古老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呢 人们还是拿龟壳来占卜的 就拿那个 龟壳是黑色的 知道吧 拿那个龟壳去占卜的 那当时呢 哎 拿那个龟壳占卜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希望乌龟这种物 对吧 哎 就这种物 可以呢 代替人们到阴间去问一些 自己想要问的事情 再把这个消息带回来 那么又因为呢 乌龟呢 他生活在哎 什么样的地方呀 孩子们 我们都知道 他可能生活在水里居多 比如说今天的海龟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乌龟 他又是水神 在今天 哎 也就是这个玄武 今天又是水神 那而且呢 乌龟非常的长寿 所以玄武这种神兽呢 他又有哎 健康 长寿 如意 这样的寓意 那除此之外啊 我们还要发现的就是 像这种神兽呢 哎 他呢 平时在咱们的游戏当中出现 他还是可以当做骑了 发现了吗 哎 这个人就骑着他 这样了吧 可是在古时候 在山海经当中记载 他可并不是如此的温顺 对不对 哎 他还是 这个虽然有长寿啊 哎 有吉祥啊 这样的寓意 但是他还是一个猛兽 好了 那么刚才我们认识的这些 好玩的神兽 他都是出自于我们今天 要了解的这一部著作 叫做山海经 我们接下来一起去看一看 山海经 它是中国先前重要的古籍 咱们电脑前的孩子们 可以把讲义翻开 拿起来 和老师一起去标画一下啊 它是非常重要的古籍 而且是先秦 是吧 好了 那么山海经当中呢 一共被分成了18件 它包括山经和海经两部分 这是咱们要明确的 那么山经呀 它就是以一些四方的山川为纲 而且呢 技术的内容啊 包括比如说古史啊 草木啊 鸟兽啊 咱们刚才就说了神兽呗 对不对 还有神话呀 宗教 就是这个山海经 它记录了许许多多 各个方面的一些领域的知识 海经呢 它除了 你看海经 它除了和一些地理相关 那么它还记载了远国的艺人 他们的状貌 对吧 以及风格 在古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交通还非常的落后 对不对 于是呢 这个海经当中 记录了许多的地理方位呢 就成为了当时的那一个年代 一部旅游和地理方面的百科全书 就是山海经 不仅仅是在今天一直研究之间 在古代的时候 它还能够作为旅游和地理方面的一些百科全书 一个参考价值 对不对 好 实际上它就是我国记载神话最多的一部书了 孩子们 那么今天咱们就要一起去看一看这部书当中许许多多的小故事了 我们今天呀 形式多种多样 老师不仅仅要给大家讲故事 而且我们还要一起回忆 之前老师在直播 在这个我们的阅读会当中 讲过的神话故事 我们一起去积累文长 一起去一边看动画片 一边自己表达 一会儿呢 我还可能有请另外一位嘉宾 把前面来也给咱们讲故事 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电脑前的你 一定要边思考 边动嘴巴 边认真听 好吗 孩子们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认识哪一个小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点出发 感谢观看